你 哈喽大家好我是起聪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个新闻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这新闻的就是吉拉州州户大臣的撒努戏了他昨天的办了一场了 1万个人的大型聚会了 ok就以这个机会的来彰显一下他的号召力 也其实呢他就算是没有号召这个1万人的机会了 我们都知道他号召力是很强啊 啊其实不是他个人的号召力强啊是整个回教党整个国盟的号召力都强了啊 so我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就是呢 啊这个六周周选的即将会是这个国盟绿朝的最巅峰啊 就是说19你如果认为这个国盟已经很强了这个六周周选将会是他的巅峰但是呢 啊 啊物极必反啊他弃满则情啊 过了巅峰就是要走下坡了啊 所以我相信过了这六周周选 这个绿朝到达巅峰了过后就是走下坡的时候啊 so 大家看到这个万人聚会啊 啊我们身为非穆斯林 身为华人啊 心里面看到都会有点毛毛的感觉 我明白 我是没有这个感觉啦 因为我已经 expected了嘛 ok 啊 so 看到这种场面呢 其实基本上啊 很多华人的心里面会想一个想法 就好像呢 啊以前每次 大选过后呢 华人票 啊国阵的华人票输到很惨的时候呢 国阵都会问我们一句话 你们华人还要什么 啊 so 我说我们华人看到这个万人聚会啊 我们心里面也会想一个问题 就是马来人还要什么 啊 ok 从我今天我这个 视频的主题呢 就是 围绕在这一个 题目了 就是马来人还有什么 so 以前呢 国阵还在一党独大的时候了 啊 那时候我就曾经听过几个朋友说 啊 他说 马来人是不会反国阵的啦 啊 他说 这国阵把马来人照顾的这么好 啊 哪里有理由去反 我那时候我就在那边冷笑 你确定吗 你是站在华人的视角看这个问题哦 你没有去想一下马来人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啊 以前呢 国阵的时期呢 马来人真正的问题就是呢 啊 虽然说有什么土著特权啊 啊 有什么新经济政策 但是呢 真正拿走那些漏恶人的 是那些高管喷党 啊 底层的那些 啊 啊 马来基层呢 啊 还是没有吃到肉了 啊所以呢 我那时候就说反只是吃早的问题了 啊 但是呢 我本来是预料可能是两三戒后啊 我没有想过来这么快 的确是有点出乎我预料 我猜中了结尾 但是呢 我猜错了时间 我没有想过来到这么快 啊 啊 啊 马来人要什么 现在呢 我们的 还是没有搞清楚 这个问题 马来人到底要什么 啊 他们 以前我们认为他们不可能反国阵 但是他们已经反了国阵了 啊 现在呢 他们就全部 站在国盟那边 啊 站在国盟那边是为了图什么呢 啊 有些人可能想到 图宗教 就是要把整个马来西亚变成 阿富汗啊 塔利班啊 啊 我觉得不见得了 不见得 不见得 以我认识的马来人来说呢 啊 他们是真的是不希望 整个马来西亚变成 塔利班阿富汗的 啊 就好像呢 既然丹路州的子民呢 也会告诉你了 他们也很想要有喜悦 啊 一样的道理 如果整个马来西亚 变到没有喜悦 没有娱乐 啊 这个不可以 那个不可以 其实他们也不想要这样 啊 我老实讲 so 我基本上我可以排除掉这一点 啊 然后讲到这里 可能人家会说 可能他们就是想要 在经济上啊 获得更多的 好处啊 就是 可以很轻松的过日子 我不讲到太入股了 啊 我觉得也 不是这样 啊 啊 我所看到的事实是呢 啊 马来人也是仍然很积极的在找工作 做工 啊 像我的 诊所 我护士也觉得他都说是马来人 啊 不像 我们华人一般想啊 在家里面啊 等钱掉下来 其实也不是这样 他们还是很积极的找工作 啊 啊 我把所有的因素都排除掉完了 马来人还要什么 好像没有东西了 是吗 啊 啊 其实马来人要一个东西就是呢 安全感 啊 就是 他们要一个 的 确认 的 事情就是呢 这个天会不会塌下来 啊 OK so 现在你问我 为什么这个 Sanoshi 可以号召整万个人在那边聚会 啊 然后这整万个人他们到底要什么图什么 他们图的就是一样东西很简单的告诉你 他们图的是这个天不会塌下来 啊 我讲到好像很抽象了什么叫做天塌下来啊 不明白你的意思 所谓的天塌下来的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 啊 他像是一种情绪 啊 一种感觉多过是一个具体的东西啊 很难用文字来形容 所谓的天塌下来就是了 啊 其实我可以更简单的说一句了就是啊 确保马来西亚不会变成新加坡 哈哈 OK 确保马来西亚不会变成新加坡 你们听到这里好像觉得乖乖的 新加坡是全世界 很好的国家哦 国家又进步人民又有钱啊 OK 这样你要知道 确保了马来西亚不会变成新加坡 绝对不是讲你国家繁荣有钱的方面 是讲哪一方面呢 是讲呢 这个国家 这个政府 啊 这个国家的所有东西不能落入 花人的手中 必须要确保在马来人的手中 啊 他们的天塌下来就是 马来西亚 会变成新加坡 啊 马来西亚 政府所有的重要机关都会被花人给控制 啊 然后呢 他们马来人的就可能的会了 一夜回到解放前 一夜回到独立前 啊 就是呢 全部老板都是英国人做主的那个年代可能会换一个老板 变成华人 啊 啊 其实 啊 不是说很抽象 新加坡就看得到了 啊 啊 你会看到的那些国盟的领袖每天都拿这个新加坡来吓他们啊 其实没有 有道理的啊 啊 不要以为他们的做的事情啊是没有动机的 他们每天搬新加坡出来讲你知道他的那个意图是在哪里的 走 这个天塌下来就是马来西亚会变成新加坡所以你们明白了吗 啊 OK 所以 其实呢 这个天塌下来呢 不是说没有的字的 有的字的 这个字的 需要时间呢 怎样说需要时间呢 就是呢 当这个安华政权呢 过了 四年半过后 啊 坐满一届的过后 啊 现在呢这些国盟啊每天在那边吓这些马来人说 马来西亚会变成新加坡 整个国家会变成全部华人 啊你会看到首相副首相 三军总长 警察总长 大法官 总监察长 啊 全部重要位置全部都是华人控制的 即使没有华人控制啊 他也会说啊那些 台面上的马来人全部是傀儡 后面有一个华人在朝中啊 他们讲到完了其实 哈哈哈 OK 但是呢如果到了五年过后呢 啊 大家会发现到了 尤其是马来人会发现到了 啊这个国家 依然是以这个安华 这个首相为中心 啊 然后呢 重要的部门重要的机关 依然是由 买人掌控 然后呢 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啊 啊在这个国家呢 是由华人做大做主了 啊 但是呢 但是呢 我们告别了 啊 以前 国政那种一党独霸 的年代 啊 我们告别了那些呢 啊 高官 横党 肆虐的年代 啊 然后呢 整个国家呢 可以 变得更加 清廉 更加透明 啊 然后呢 在经济繁荣方面 可能一个五年后呢 我们可以达到一个 更高的成绩 啊 这个就要看安华的功夫了啦 啊这个国家到底的是弄得更好 还是搞砸掉就要看安华这几年的表现了 啊 然后 到时候 五年后 啊 马来人呢 再看回 现在这个政权 他们会 自己做一个比较 就是比较什么 啊 五年前 这个土团告诉我 这个回教党告诉我 啊 这个天会塌下来 但是我现在看上去 这个天有没有塌下来 好像并没有 啊 这样到那时候呢 啊 这个回教党的万人聚会呢 可能变成 十个人聚会 明白我意思吗 啊 so 现在我们能做 我们什么 也不能做 其实只是等时间罢了 至少要确保这个安华政权可以做出五年 啊 不像上一次西蒙 上一次西蒙啊 只是半身熟吧 其实半身熟都没有到啊 你要知道啊 一届政府是五年啊 五年是六十个月啊 啊 这个西蒙只做了二十二个月吧 啊所以半身熟都不到三分之一熟了 啊 OK 好 所以我们就 慢慢的 陪我们的友族一起等 等着看五年后 天会大下来嘛 好 现在我就跟大家分享 到时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